去年台湾国际边境松绑后累计到今年10月 韩国旅客来台累计有59万人次之多 为了抢攻韩国观光客的商机 韩雅航空仁川包机首航这天抵达台中机场 满载117名乘客开启台中观光模式 台中市官旅局也送上伴手礼迎兵 希望透过这样的包机模式 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台中游玩 在地区人员的指示之下 韩雅航空的飞机缓缓进场准备下课 而这一幕也是历史性的一刻 韩雅航空仁川包机首航这天抵达台中机场 满载117名乘客准备要来开心畅游中台湾 第一次来台湾就是对台中虽然不是很了解 我知道台中是美式很多的地方 所以也是很适合观光的地区 我就是从带韩国整个团体来台湾 的确台中是对韩国团体旅客来讲 不是特别熟悉的地方比起台北 但是我就是跟海洋航空合作 带这团体来 主要是以台中跟南投为旅游景点为主 根据资料统计累计到今年10月 韩国旅客来台 累计有59万人次之多 包机首航旅客一一走过空桥 台湾市官旅局也送上太阳兵等伴手礼 热情欢迎他们来到台中 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类似的合作模式 为了展现迎宾的态度 我们集合八县市的力量 包装了所谓的大礼包 每个县市都出礼物 那客人只要从台中机场落地 国际旅客都可以来领 那这个等一下会送给他们 那再加上因为是首航 我们特别有送给他们太阳兵 无非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从台湾的热情 目前的话海洋航空 目前从仁川到桃源机场 一个礼拜一共共14班 一天有两班 但是我们在疫情之前 没有发生疫情之前 有飞过 除了台北以外 也飞过高雄 也飞过台中 所以今天我们飞 从仁川下飞台中 目的也是对台湾的观光 对韩国人吸引力 是有很大的帮助 管理局表示 最近新增两条 韩国仁川包机航线 搭乘率都百分之百 对于吸引韩国观光客 来台中潜力十足 需要透过这样的包机模式 吸引到更多国际旅客 到台中来游玩 介绍视频成章 台中常报道